我們今次的主題繼續上一次所說的 就是爛左摸邪靈的影響和進駐內心 就是邪靈真的可以進駐人的內心 但是我們又不要整天害怕 哎呀,糟了糟了,我是不是有邪靈呢? 只要我們親近神和處理生命 邪靈是不可以入侵的 只要我們從神有密切關係 有什麼罪就立刻處理 有什麼懶惰、怒吵、吵架、煩惱、激氣 我們處理的時候邪靈是不會入侵的 你說有時有激氣就怎麼辦? 立刻求主射臉 立刻不要讓那個煩惱圍繞著我們 譬如你日復一日不斷懶惰、怒吵 是可以被邪靈攻擊 那是不是有些人每天都懶惰 是一定有邪靈呢? 我們又不會這麼說的 不是一定他懶惰惰就一定有邪靈 不過是可以被邪靈有機會攻擊 他可以偷竊殺他毀壞 有些人未必有邪靈進駐 即是附體 不過他是被邪靈影響和偷竊 偷他有的東西 殺害毀壞他的生命 我們上一次有說到 邪靈很想安揭在人的心裏面 而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其實是這個勃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其實未信耶穌之前是邪靈運行的 那些信耶穌有多少聽話呢? 很多基督徒信耶穌依然不斷罵人 依然煩惱 依然有淫念 依然看色情的影片、相片 那時候他繼續被魔鬼留地 那時候邪靈是不會離開的 所以我們就留意了 我們信耶穌以前是被罪控制的 我們現在會不會靠著耶穌去得勝 離開這些罪呢? 而污鬼離了人生 整天都穩穩地安揭 後來那個人趕到邪靈 但是沒有耶穌了 然後這個邪靈就會帶 七隻給自己更惡的鬼 就是說這裡有得住 他沒有耶穌 他就會再回來 這個人活後的情況更加差 就是說原來邪靈為何這麼難離開呢? 因為那些人沒有耶穌 以及生命有很多罪 邪靈是很難離開的 而邪靈是不斷控訴我們 不斷說我們沒有用的 而我們任何的罪 例如掃羅 他就很生氣大衛 他這個憤怒就被魔鬼留地步 惡魔就降在他身上 他就亂說話 這就是惡魔控制他 他就亂說話 然後就想殺大衛 但是他越想殺大衛 反而是傷害自己 最後他是打仗的時候被殺的 其實他本來是神簡選的王 他聽說他不會這樣 但是他是不聽話 所以結果後果是非常之嚴重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心中生氣人 不好的意念 這個都是對我們傷害的 他不好不用生氣他 我們去處理 如何處理 就算是彼得 也會叫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 就是他被魔鬼留地步 原來人的心中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的 而神的心就是除去一切的邪靈 耶穌能夠趕走邪靈 耶穌能夠趕走邪靈 因為他捆綁著壯士就是魔鬼 所以能夠搶奪他的家財 如果不是打贏了魔鬼 他沒有權力讓他趕走邪靈 但他已經打贏了魔鬼 所以他能夠趕走邪靈 就是由在魔鬼的家中搶奪 魔鬼奪去的人 他可以救他們出來 這就是耶穌做了他的工作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不用那麼害怕邪靈 我們反而是害怕犯罪 犯罪就被魔鬼留地步了 而且耶穌給了我們權力 踐踏石和蠍子 聖國仇地一切的能力 斷滅了甚麽能害你們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很喜歡 經常說是被邪靈攻擊 其實是令人很害怕的 我們不用那麼害怕的 我們親近神 我們知道耶穌已經被我們權力 踐踏石和蠍子 邪靈不能害我們 我們就相信了 我們就不給這些影響 不要有什麽事發生 邪靈又攻擊我了 不用那麼害怕的 有很多事 譬如有些人一病發燒 邪靈攻擊我了 今天我本來要做什麽 結果又做不到 我們不用想一定是邪靈 就是我們身體的問題 今天又吵架了 我又想一下為什麽吵架呢 可能自己猛狀 沒有處理情緒 我們就求神幫助我們 處理我們的情緒 好了 我們這次繼續看這個經文 是否那個冷氣不夠暖 可能不夠暖 你教一下那個冷氣 我們看看那個後書 冷氣 那個後書十章四節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熟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慮 為將各樣的計謀各樣難阻人 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有很多人說爭戰 他就以為熟年爭戰是怎樣 我要奉耶穌命 這個觀音的邪靈要離開這裏 這個宗教的靈要離開 這個教會的靈要離開 這個夜洗別的靈要離開 他們就定了很多名字 聖經其實 耶穌有一次問那個鬼 叫什麼名字 叫群 聖經也有說到波斯的魔軍 希臘的魔軍 但耶穌和門徒趕邪靈的時候 除了那次耶穌問他叫什麼名字之外 其他也沒有問他叫什麼名字 但有些人就覺得 一定要問那個名字才能說到 其實不用的 而很多人就以為 趕邪靈就是熟靈爭戰的唯一方法 但你看看這個經文並不是這樣說的 他說我們爭戰的兵器 不是熟血氣在神面前有能力 這個爭戰 不是熟血氣的爭戰 是熟靈的爭戰 這個爭戰是怎樣 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刑履 有很多人就會說 堅固的刑履一定是邪靈 其中邪靈當然是有堅固的邪靈 但也有我們裡面生命的刑履 這要說到什麼刑履呢 各樣的計謀 凡是人所想的東西 人的思想 或者各樣難阻人認識神的自高之事 所有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東西 一切都要攻破 即是原來那些東西 凡是影響人的 難阻人去認識神的 那些人因為這些原因 而人不去認識神 譬如說 有些人說 我夠好了 我很厲害 我很好的 這些就是驕傲 這些就會難阻人認識神的 這些一切的自高 原來這裡說到 最重要是人的驕傲 還有人的思想 覺得不需要神 覺得我靠自己就可以 這些就是一個問題 將這些攻破 即是讓人不要跟從這些思想 不要跟從這些錯誤的思想 或者驕傲 還有將人的心意奪回 其他都信服基督 即是叫我們聽完耶穌話 這裡讓我們看到 其實神是掌管天地賣物的 我們有神 我們什麼都不用怕 所以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祂是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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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勝過一切的權勢 祂的恩念是甚麼 祂賜給我們的力量 去勝過一切的權勢 祂賜給我們的權勢 祂賜給我們的權勢 不只是祂有 是我們個個都有的 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有的 但是這個能力 能力是從神而來的 但是呢 對比之下 人是會有甚麼呢 人會有各樣的難阻 他認識神 譬如我們的心中覺得 不需要祈禱 我們有驕傲 這些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們處理邪靈的問題 不只是說邪靈的 很重要是處理這些內裡的 不好的思想 我們信了錯誤的信念 還有我們的驕傲 我們不看重神 還有沒有信服基督 即是將人的心意奪回 將他的心拿回來 讓我們也信服基督 聽神說是最好的最好的 尤其在末後的時代 早前我告訴你 這兩個見證 Phoebe和Vivian 這兩個見證 即是他們得到的啟示 關於末日 即是告訴我們 我們更加在末後的日子 順復基督 為耶穌作見證 讓我們能夠救更多人 脫離魔鬼的手 幫助更多基督徒 暫落得穩 因為耶穌已經說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 並且要給一支陷害 給一支恨物 就是很多人跌倒 求主幫助我們 你接觸基督徒 也幫助他 暫落得穩 從神得力 你不用太強勢 你就告訴他 你分享給他 真的 神令我很開心 做人很開心 很有力量 你想不想得著這個力量 你覺得從神有沒有力量 你覺得神有沒有幫到你 處理問題 你有沒有被影響 這些我們是可以 靠耶穌去處理的 能夠幫助人 靠耶穌得力 重新得力 並且給神用是最好的 神會祝福你的 整個生命就提升了 神就祝福你整個生命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建立更多人 走神的路 這是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們復興宣教事工 我們訓練那些人出來 第一,你處理好自己的生命 第二,你就是想想我可以為神做什麼 不要經常說 我過禮拜回教堂 我過禮拜都參加小組 我都有參加討論 我就完結了我的責任 其實這只是預備 並沒有完結的責任 最重要是我們真的走出去 打這個熟靈爭戰 是什麼呢? 拯救人的靈魂 將他心意奪回 去順復基督 有些人覺得 就是去呼喊 去趕地區的邪靈 趕觀音的邪靈 就打完了 其實這個聖經沒有說 保羅去到宣教 他都沒有在說 猛地趕那些邪靈 地區的邪靈 他有說人的邪靈 但他沒有去趕地區的邪靈 趕完了 我現在走了 做完傳道 不是 說的全部都是他傳道 如何幫人跟從耶穌 所以這個熟靈爭戰 就是將人的心奪回 我們非常重要 就是不要以為所有問題 都來自邪靈 因為有些人就以為 什麼都是邪靈的 這裏有一幅圖 就是有一個基督教機構 擺出來的 他說 每個傷害背後都有不同邪靈 即是你每次傷害背後都有邪靈 會不會有呢 有 不過是否每個呢 我又覺得不是每個 你每次被人傷害 就是有邪靈 很嚴重 所以這個說話比較誇張一些 還有第二行 不要以為趕了邪靈的問題就解決 有些人就給了很多邪靈的名字 譬如針言十七章二十二次 人有喜樂的心就是良藥 有憂傷的靈就是使骨敷乾 所以這個憂傷的靈不是憂傷的邪靈 有些人就說 你有憂傷我就跟你說憂傷的靈 就以為有憂傷的邪靈 就用這個經文去說出來 但這個經文對比是 喜樂的心 心就是人的心 是良藥 憂傷的靈 所以都是人的心靈 你的憂傷令到你的骨敷乾 另外《以賽書》內一章三節 《詹美伊代替憂傷之靈》 有些人又以為是憂傷的邪靈 你有憂傷的邪靈 我就跟你說憂傷的邪靈 那是趕了憂傷的邪靈 就不憂傷呢 其實聖經說到喜樂的秘訣 是不是趕憂傷的邪靈 聖經是沒有這樣的說法的 有些人就以為 下面那裡 就以為趕了淫亂的邪靈 他就沒有淫亂了 以為趕了憂怒的靈 他就不會憂怒了 趕了憂鬱的靈 他就不憂鬱了 趕了宗教的靈 他就沒有這些假宗教 或者一些宗教的固執了 耶洗別的靈 因為耶洗別就是假仙子 趕了耶洗別的靈 就沒有這些邪靈 影響 異教 因為耶洗別就帶領以色列人 去拜巴別 這就是他的問題 巴力 對不起 拜巴力 他就以為趕了邪靈 解決 其實如果 人有邪靈 需要趕的 不過趕了邪靈 還要建立 需要建立和神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 各樣的問題 人的問題 才能夠解決 即是說 不是趕了邪靈就解決 是整個生命歸向神 但有時有些人 他就很時事 就注目在什麼靈 什麼靈 其實 聖經是沒有這樣說 但如果他真的有邪靈 我們是要趕的 趕邪靈 我們也要先清理生命 處理生命 清理生命 我們也知道 犯罪是屬魔鬼 一書三章七節一起讀 小子們 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的才是異人 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犯罪的是屬魔鬼 因為魔鬼從起初犯罪 神的義子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這個聖經說什麼呢 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才是異人 就是說你信耶穌 你不行義 你就不是一個義人 因為主是義的 而犯罪是屬魔鬼 犯罪 人人都有犯罪 我鼓勵人 一旦有罪的意念 立刻處理 我們也會有罪的意念 但我可以處理罪的意念 讓他不要變成罪的行為 我們可以盡量減少罪的行為 但是不是完全沒有 未必的 因為有時你一下子 忽然罵人 即是不應該罵 你傷害他 這也是犯罪 即是我們總有罪 不過問題 這裡講的犯罪的意思 就是一個人繼續活在罪中 沒有悔改 這個人就是屬魔鬼 就不是說你偶然犯罪 你又悔改 你又處理生命 那你就不是屬魔鬼 但是呢 他是繼續犯罪 繼續覺得不要緊 這樣呢 他就是屬魔鬼 繼續 他生命沒有處理 我們需要留意 如果我們心中 常有憤怒 常有怨恨 常有負面的思想 我們需要處理 而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令魔鬼不會影響我們 讓我們去遵從神 但是在世上會不會 魔鬼沒有了 不會 但是我們可以減少 我們可以減少 魔鬼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是減少到最少最少最少 它一影響我們就馬上處理 還有呢 這個最後應驗是甚麼時候 在新天新地 就再沒有魔鬼的作為 但是我們的生命 是可以盡量減少罪的作為 我們就明白了 犯罪就被魔鬼佔有 屬於魔鬼就被魔鬼影響了 下一點就說到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在《二婚所書》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節 上下文都說到不要犯罪 生氣卻必要犯罪 不要陷露到日落 然後就說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下面就說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了 總要努力親手做正經事 就可以有餘分給有缺少的人 那意思呢 上面就說到 生氣不要犯罪 即是如果你真的生氣 有些人就以為 即是你可以生氣 即是你吩咐生氣 又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如果你生氣 你就不要犯罪 就不是說生氣一定沒有問題 聖經是有講到 是有義路的 但是基督徒是很難有純正的義路 因為神有純正的義路 因為基督徒總有一些不好的怒氣 這個是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 我們有怒氣 我們立刻處理就不要犯罪 就不要一直生氣 就不要生氣到日落 有些人說 我只會生氣到現在可以 早上7時開始生氣 生氣到晚上6時 到日落我就停止了 但其實越生氣得下 自己受苦 因為罪會帶來破壞性 然後從前偷的 你就不要再偷了 就努力做正經事了 所以這個經文 上下文都是說犯罪 不要犯罪 所以這個 不要讓魔鬼留地 是說到不要犯罪 因為罪就讓魔鬼留一個地方 他可以搭進來 他可以搭進你的家裡 就像阿拉伯的故事 就是說到 有一個人的帳幕 外面有駱駝 駱駝很冷 可以伸一腳 要把人挖進來 就讓他伸個腳 伸一腳 伸一腳 伸了一腳 伸了一腳 伸一腳 伸了一腳 伸完身便會流入了 後來就把主人拋出 這個比喻 就像魔鬼進來 它就將這個人 一直掌管 我們就說 不要讓魔鬼留地 因為魔鬼會進來 而他進來 他不會放手 我們容許罪 容許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他不會停的 他會繼續的 所以我是很小心任何的罪意念 我立即處理的 有漢福音十章十節 講到耶穌來叫我們得封聖生命 但道策來就偷竊殺害毀壞 他將你整個生命偷 偷了甚麼呢?一起讀一下 偷了很多人的甚麼呢? 平安、喜樂、信心、力量、智慧、資源、健康、聲譽 人的信任、人際關係、幸福家庭、機會 神的計劃、賞賜永生 魔鬼是會偷了你的平安喜樂 讓你沒有平安喜樂 然後你的信心 你信靠神的心 你的力沒有力了 力有身體的力、有心力 有些人說很沒有心力 我是時時都有心力 又有體力,多謝天父 為甚麼呢?我知道神的路是最好的 所以跟神有密切關係 就會有心力、也有體力 還有智慧 犯罪的人是沒有智慧 因為他隨便犯罪 他隨便吵架,離婚 他以為離婚就是智慧 其實不是智慧 一定是破壞自己的 即是吵架的人 其實沒有智慧 資源 他憤怒多 問題多 他做工也有問題 他的入息也有問題 他的聲譽 人們覺得這個人經常發脾氣 他不喜歡 人們就會拒絕他 人們對我們的信任 這是不值得人信任的 人際關係又破壞了 幸福家庭就變成炒鬧家庭 失去機會 可以發揮生命的機會 還有神的計劃 他的美好的計劃 還有他的賞賜和永生 最慘就是失去永生 有些人說 總之失去其他也不要緊 有永生就可以了 但如果失去其他 結果是怎樣 我認識有些基督徒是這樣的 又沒有好朋友 又沒有工作 經常被人解僱 份份工作都不做得久 做工的時候 人際關係又不好 又沒有能力 又不專注 可能做工失責 於是被人解僱 跟人際關係又不好 跟教會的頂戰 又不好 有些人來到教會 又沒有傷害的心 於是跟人際關係 都是不開心的 裡面又經常煩惱 如果做人做到這樣的 他們說 我還有永生 就夠了 其實這樣很苦 為什麼會這樣生存呢 我們所有好的事情 你想想 有時候有些人犯罪不要緊 我說如果神館教你 你身體上有哪一種 可以失去 而你覺得不痛心 最不會痛的就是頭髮 不過會痛心 閃了頭髮不會痛的 不痛的 一點也不痛的 不過會痛心 因為你會覺得自己很醜 沒有了頭髮 你不是自然的 一直沒有頭髮 忽然間一夜之間 頭髮都沒有了 翌日見朋友 也不知道怎麼見 糟糕 我的頭髮昨晚都掉了 如果魔鬼偷竊 你最少的身體部分 手指尾也好 就算屎甲 有時候有刀刺 你也會覺得辛苦 我們生命中 有哪一種東西 可以失去 而不重要 我們就說 神啊千萬不要叫我失去 任何這些好事 還有我們相信魔鬼攻擊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控訴 他不斷說 你沒用 你愚蠢 你懶 你不行 我們繼續被他控訴 你就沒有力 我發覺那些人負面 經常都是這樣 哎呀我沒有用 哎呀我經常都覺得自己很笨 我做什麼都失敗 他這樣的時候 其實魔鬼控訴 他自己做了魔鬼的工人 魔鬼控訴一句 他就控訴一百句 不斷說自己沒有用 其實是最笨的 因為聖經說 誰能夠控訴我們 因為神已經稱我們為儀 沒有人能夠定我們的罪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死 從死裡復活 在神的右邊 為我們祈求 既然 神都不定我們的罪 全能的神 祂說我不定你的罪 我們一起說 全能的神說我不定 神說祂不定我的罪 神說祂不定我的罪 是不是我們可以開心 神不定我的罪 但是有一個人說 不過我真的犯了很多罪 那就是有控訴 耶穌都說 你悔過一神的罪 你為什麼要加一句 不過我也是犯了很多罪 要加一句 你一有罪 你就悔過一神 射臉我 結靜我 幫我給我力量 去勝過魔鬼控訴 也都勝過罪 不用再生氣 不用再煩惱 不用再負面 靠著耶穌得勝 這就是靠著耶穌 勝過所有魔鬼控訴 有時候人控訴我們一次 我們控訴自己很多次 有時候有些說話 真的在我們心中出現很多次 我自己都發現這件事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那些負面意念 不知道為什麼 過了一段時間 又彈了出來 以前做的錯事 又彈了出來 有幾個試過這件事 舉手 我又如何處理呢 即是說 我已經靠著耶穌得勝 我以後不會再有這些負面意念 我靠著耶穌可以處理 我不用負面 我不用煩惱 我便宣告 雖然它出現 我們會想起一些事情 這個出現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 剛強 不讓這些事情影響 而控訴弟兄 已經被摔下去了 我們不用怕他 我們靠耶穌勝過邪靈 最後講 如何勝過魔鬼和趕邪靈 如何勝過 第一就是有權力 我們深信 這件事很重要 深信 譬如我跟人趕邪靈的時候 我就說 你相信 你已經得勝了 你悔改信靠耶穌 耶穌的補血遮蓋 你赦免你的罪 你已經得勝了 我靠耶穌 我勝過罪 我已經得勝了 不是要你完美那天 是你悔改 我願意跟從耶穌那天 我願意聽耶穌說 那天 你就已經有權力了 不是要等到你沒有罪 魔鬼就會這樣控訴 你剛剛又發怒了 你沒有權力趕我 這是魔鬼的控訴 雖然我們發怒了 但我求耶穌赦免 我求耶穌幫我處理 我用柔和的心去面對問題 我就不用被控訴 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用繼續被控訴 放下這些攻擊 我靠耶穌 邪靈一定要走 有堅定的信心 很重要的 趕邪靈或者被趕邪靈 耶穌一定會勝過邪靈 已經勝過邪靈 我一定可以勝過邪靈 邪靈一定要走 我不用怕 這是信心 神已經給我的權力 大家可以念我的經文 念熟他 我們再讀一次 試試嘗試念一下 勞教福音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權力 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所有魔鬼的能力 全部勝過了 而用這個德性五部曲 我們一起讀紅色的字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觀念 祈禱 選擇 有任何的罪 任何被魔鬼留地步的地方 留意到 我有點生氣 我有點煩惱 我覺得失望 我覺得沒有盼望 我覺得不開心 無論是罪 或者是負面思想情緒 全部留意到 立即知道它有破壞性 我跟隨一定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觀念 兩樣說 聖經吩咐我如何尊重神 我如何可以勝過罪 譬如我生氣 可以有聖經的警告 和神的話語的力量 如何處理生氣 我越生氣 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難免受審斷 我知道 如果我罵人 凡向弟兄動怒難免受審斷 凡罵弟兄是拉家的難免地獄的火 很嚴重 所以我們說 神幫助我們 知道罪的可怕 也深信神會給我好東西 這一點很重要 神會給我好東西 神會祝福我的 所以我不用受影響 我可以得力 我們就說 我不用向人發脾氣 我不用罵人 我越罵人越失去更多 我越親近神 得到越多 這就是聖經的觀念 如何勝過罪 我靠耶穌給我力量 親近神有力量 首先是思想 又有神的力量 祈禱 祈禱不只是求 而是親近神 享受神 多謝天父 天父在愛我 天父在祝福我 天父在同在一起 耶穌一定會幫我 尤其是跟著 讚美詩歌 你讚美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力量 然後選擇 悔改、憎恨罪、離開罪 和遵從神 譬如說 有生氣人的時候 我就選擇 知道生氣人是有破壞性 那生氣人反而會傷害自己 我祝福他 神反而會歡喜 而那個人會傷害我 因為他有被人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我 我不用激氣怒怒 我便選擇不給他影響 或者 譬如有污蔚的意念 我知道污蔚的意念 會破壞我生命 我就去思想神的恩典 神幾美善 天堂是很聖結的 那裡充滿愛 充滿開心 沒有煩惱 沒有重擔 沒有不開心的 沒有人際問題 那裡聖結是很美麗的 我便追求神的聖結 走在神的路上 就算我們不夠完美 我們求主幫我們更加完美 一處理生命 神便會歡喜 我們便選擇不去生氣 不去想不好的事 不去負面 或者煩惱 哎呀死了很慘 我又被人罵了 人家又不喜歡我了 很困難 這些就是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很懵惰 很不開心 如何處理呢 憂傷的寧死歸敷乾 我愈憂傷我就愈敷乾 但是呢 神裡面 我一聽神說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天天可以歡喜 我讚美神 深信這句說 我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因為我們親近祂 祂就親近我們 祂親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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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接立 我們即是開心 祂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祂因我們喜樂 祂親近我們喜樂而歡呼 祂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 因為神而很開心 我們就不用不開心 但可能也有些不開心 我就讚美神 已經開心了一點 感謝神 我已經開心了一點 神又歡喜 我又歡喜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多一點的喜樂 有時喜樂不是一天之間 突然間取代所有的煩惱 是一步步的處理 你讚美神之後 你會開心一點 但是可能遲些 那些煩惱又回來 又再讚美神 心裡便會平安 我們就靠耶穌 遵從神 去處理一切的罪 處理罪的時候 這裏上課說了 就是《德性五步曲》 下面就是 有生氣的時候 親近神 平靜下來 化解怒氣的來源 為什麼我生氣他呢 因為他很討厭 他說話很討厭 他做事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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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專門經營 是他的問題 神要追討他 幫我祈禱求神 赦免他 救他的靈魂 讓他不要沉淪 但是我生氣他 神又追討我的罪 所以我沒有理由 他犯罪 我又生氣他 我恨人 我就看出他 其實這個人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我便要搖廁他 神便會歡喜 但我不會搖廁他 神也不會搖廁我便慘了 如果真是神不搖廁我 扔我到地獄便很慘 所以我千萬不要生氣 千萬不要不搖廁人 有低沉 便選擇想想神的恩典 我愛神神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是祝福的 有淫念 我便用聖結的觀念 神是聖結是光明的 是美麗的 如果我上到天堂 顯露出 去想一想 譬如到時顯露出 我一生所做 看這麼多淫片 在神面前顯露出 原來你經常看淫片 在神面前 神啊我真的要悔改 求神赦免我 算是以前有看過 現在不要再看了 不要再想了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看這些色情片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太孤單了 我需要有神的同在 也有朋友好的朋友 即是基督徒的朋友 大家互相鼓勵 一起親近神得力 有人從神和人來的滿足 我們便會更加容易對付罪 這要講到處理 負面思想或情緒的得性無辜 這才我都解釋過了 總之負面思想情緒 我用正面思想情緒取代 有些人習慣了負面思想情緒 沒有留意 經常都說 很難的 很慘的 哎呀 人們惹我 很煩惱 總是想煩惱的 我剛才講過 好的東西多想 神的恩典 人的比好 不好的東西 人的不好 想都沒有用 我們便放手了 好了 處理營旅 營旅是什麼呢 譬如你一試怒氣 不是營旅 不過你長期發怒 這就是營旅 為什麼呢 你在裡面有一種憤怒 即是好像一個堡壘 右上角一個堡壘 在你裡面已經有一座堡壘停了 這個堡壘是什麼呢 世人是可憎惡的 人是很討厭的 尤其是誰是很討厭的 所以心裡有一種憎恨存留 這個就是一個營旅 或者是覺得自己沒有用 哎呀 真是沒有用 我也是沒有用 我做什麼都是失敗 沒有人喜歡我的 這個變成一個營旅 心中總是有一個負面的東西 或者有淫念 整天天天天都在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奮世疾俗 這個世界有很多問題 沒有人好的 教堂也沒有人好的 教堂也有不好的人 不過也有好的人 是吧 我們這裡訓練處理生命 我希望這裡更多是愛神的人 愛人的人 這些營旅 我們留意到 原來我呢 留意到自己 原來這麼容易猛狀的 你留意 容易猛狀 就是一個營旅 你留意到有破壞性 就是聖經觀念處理 祈禱 又選擇 這個營旅如何拆 因為我容易怨恨人的來源 因為我覺得人是不好 人傷害我 那我怎樣拆這個營旅 他不好是他的問題 但是神給我有光明的前路 那他不好 是不是神的光明前路沒有了呢 是不是我就變成廢人呢 他不好 是不是我要做廢人呢 不是 我是可以做一個有建樹的 有目的的 開心的人 所以我就放下這個營旅 我不再是無用 我不再是蠢 我不再是廢物來的 我是有用的 我是有建設性的 在裡面每天堅持 我是有作用的 我是有建設性的 我今天有幫人 我今天有祈禱 我今天有祈禱 神是歡喜的 我在聚會 我有為人祈禱 祂也有經歷喜樂 多謝主神使用我的 經常建立這個 我裡面是有價值的 取代那些憤怒 有時人心中習慣了憤怒 他很容易 甚麼事都憤怒 一點那麼多東西都憤怒 車走了就憤怒 車走了 你憤怒了 車也不回頭 結果那天就生氣了一天 有些人就是這樣 哎呀 今天啊 去到車又走了 哎呀 哎呀 回到來 那些文件又找不到 哎呀 真的很激氣 從早到晚都是激氣 因為他的刑履太過容易 數算不好的東西 太過看不好的東西 於是他永遠都是有個不開心的心 如果大家發現你心中有這些刑履 就需要去拆解 是不是我需要這樣不開心呢 是不是需要這樣這麼猛狀呢 這麼憎恨人呢 是不是需要這麼看小人呢 因為這些刑履就會造成 總是有罪出現 總是有煩惱出現的 另外呢 就說到這個熟年爭戰 和魔鬼爭戰 很多人呢 就只是說到 這個經文 大家 我沒有打下面的經文出來 就說到這個熟年爭戰 它下面有說到這個信德的藤牌 呼音鞋 救恩的頭盔 信心的藤牌之類 真理是帶子 這些熟靈的兵器 他就說到怎樣爭戰 其實原來就是 有這些兵器在我們身上 有真理、信心、有神的救恩 有神的話 就是聖靈的寶劍 有這些就是爭戰 但是我聽過有個人這樣解經 他說這個經文 就只是說你穿什麼衣服 接著你就開始打了 那怎麼打呢 鳳爺鬆明 觀音邪靈走 觀音邪靈走 那時是打 聖經沒有說到 那麼奇怪 為什麼保羅最重要的 那些人不說 就是你穿什麼 這個全副軍裝 就沒有說打 其實這個全副軍裝 已經是打的 因為這個聖靈的寶劍 我們可以去拯救靈魂 也有這個信心 可以阻擋魔鬼一切的火箭 所以已經在打仗 已經可以靠耶穌 去全福音 這個福音鞋 去全福音已經在打仗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一起讀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者 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爛的日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你一切 還能暫立得住 這個講到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而是與那些執政掌權的 管轄這個幽暗世界 這個很明顯就是邪靈 以及天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就拿起神全副的軍裝 在磨爛的日子抵擋仇敵 成就一切之後就能站立得穩拿 所以這裏所講的爭戰是甚麼呢 擋住仇敵 成就一切神的工作 就能站穩拿 即是靠耶穌 我抵擋仇敵 難了我 我成就一切神要我做的事 我就能站穩拿 這就是爭戰 就是我靠耶穌 我站穩拿 我靠耶穌作美好見證 我靠耶穌進步 我們就是得勝了 在這裏 這就是經文說到 一起讀 所以要站穩了 用真理當作大字粟要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空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 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 那我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討告其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見 為眾聖徒祈求 這裏講到是什麽呢 用真理當作大字粟要 就是我跟從真理 我信靠真理 我認識真理 亦走在真理上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空 有耶穌的義袍 亦有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我遵從神 我是走在公義上的 當作護心鏡遮空 魔鬼就不能攻擊我 因為我有耶穌的義袍 還有我有基督徒所行的義 有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我就一直傳揚福音 傳揚福音的時候 亦是打贏我 即是將人拯救 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惡者一切的火箭 譬如有些人罵我們 就是他的火箭 我就用信德當作藤牌 我相信神保護我 相信神祝福我 於是我就抵擋他一切的火箭 就戴著救恩的頭盔保護我 然後有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去打仗 又用神的華語 靠聖靈隨時多方祷告祈求 就是這個爭執是甚麼 就是時時祷告親近神 從神得力 亦為眾聖徒祈求 這裡沒有加上一句 就是講述地區的邪靈 聖經講到在彈禦書第十章 講到有波斯的魔軍和希臘的魔軍 都不是彈禦禮去趕 那個穿白衣的人 並沒有叫他去趕那些地區的邪靈 是神做的 不是我們做的 而我們做的 就是有真理 有公義 有福音 有信德 有救恩 神的道 以及討告祈求 站立得穩 我們就聖個魔鬼 我們就將人從魔鬼的手中救出來 我們就靠著耶穌得勝 有些甚麼堅固刑慮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攻破堅固刑慮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至高的事 攻破了 將人的心意奪回 其他都信服基督 這就是聖個魔鬼的方法 清理些刑慮 有些甚麼刑慮 容易埋怨人 心中充滿怨氣 或者對神沒有信心 神不愛我們 神也不看重 不信神的愛 或者容易發怒 一擦一擦他 說一句甚麼話 撩起他 立即發脾氣 或者看小人 覺得人是沒用的 容易傷害人 說話很容易 得罪人 另一種是容易受傷害 別人說一句甚麼話 他都受傷害 任性 隨意發脾氣 自卑覺得自己沒用 好性 我要比你厲害 我比你厲害 喜歡爭脾氣 忌仇 別人那些不好的事 經常記住 行懶 不跌果子 是懶惰的 自我忠心 覺得 我是最重要的 你們要看重我 是我說話才最重要的 你說的沒用的 你們個個都 沒甚麼智慧 是我才有這麼高的智慧 或者固執 覺得自己 那些才是最對的 就是批判人 批判神 不順復神 抗拒神 這些都是一些堅固的營慮 你清理 在一個心裏 神下我就是順復你 走神的路 遵從神 我就全心 就 輕省喜樂 說到熟靈攻擊 有些靈印派人士很容易說 甚麼不幸的事 都是熟靈攻擊的 甚至有人說 當仁侍奉宣教 或者多些趕邪靈 就容易被攻擊了 令到很多人很害怕 慘了 我不敢去宣教 還有我不敢去趕邪靈 真的有些人這樣說過 我不敢按手 因為被邪靈攻擊 耶穌吩咐他不做 信的人哪有神職除有 我們就是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 聖經說 我們個個都可以做 但那些他不做 他說 我們教會教 你按手 別人的邪靈會走來你那裡 所以我們不做 我就覺得奇怪 我們靠耶穌得勝 為甚麼要怕邪靈呢 就把邪靈的地位提到很高 其實我親耳聽一個牧師說 他說 不要叫平信徒按手 除了他經過很高度的訓練 上了他所有的課程 如果不然 待會有邪靈 就很大件事 但我就說 其實我們真的和神建立好的關係 處理生命 不用那麼害怕邪靈 不用說要上多少課才可以趕邪靈 才可以為人按手 其實我們親近神已經不用害怕了 親近神處理生命 就甚麼都不用害怕 聖經說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母 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假國書 四章七節 最後我們說如何趕邪靈 很多人認為要很複雜 很困難 基本上就是親近神 處理生命 然後趕 親近神就趕就可以了 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現在看看 真心信靠耶穌作救主 並全心跟從和遵從神 聽完耶穌話 時時跟從耶穌遵從耶穌 這是第一 第二 處理生命 所有的罪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不搖樹被人影響 甚麼不好的事 甚麼罪 全部處理 有些人很難處理 很難不生氣人 我們就想 生氣人越生氣越壞 我煩惱 越煩惱 越多煩惱 越煩惱的人 越多煩惱 因為煩惱是怎樣 有一個問題 糟了,這裡有些不舒服 糟了,不知道是不是癌症 真的 可能有癌症 癌症會怎樣 死得很慘 又要很多錢 很慘的 哎呀,又要家人照顧 很慘 那些煩惱多到 本來都沒甚麼問題 煩惱將事情擴大到 最後醫生說 不是,你胃氣痛而已 但第二件事又來又煩惱了 其實原來生命的問題 帶來煩惱 有時比實際病痛 或者人的傷害 是有時我們將問題擴大了 第三 建立同神親密關係 長時間讚美神 愛慕神 讓神的同在加強 其實我試過跟別人親近神 已經邪靈會趕走 我試過宣教 有一個人叫我跟他祈禱 那時候是在訓練中 中間休息 他問我祈禱 我便說 好,我跟他祈禱 讚美耶穌,多謝天父 他開始有邪靈的反應 旁邊的人便問我 你是不是在說邪靈 我便說 是吧,你看他現在有邪靈 在網上有些影片 喊到聲音盡得不得了 我真的 有一個影片是我當時在場的 我都覺得 喊得這麼嚴重 邪靈不是龍的 你不是要很大聲才能聽到 你有耶穌的權力 便可以趕邪靈 然後長期叫 傷害自己 而且覺得好像大聲 趕到邪靈 不是神的權兵 其實我說邪靈 也是普通的聲量 神會做功 就是親近神的時候 邪靈便要離開 然後第四 就是奉耶穌明 趕逐邪靈 深信我們信靠神、親近神 遵從神 處理生命 邪靈一定要離開 其實我跟邪靈 對此 趕邪靈的次數很多 甚至有時電話 甚至有時宣教 在吃飯 有邪靈 奉耶穌明 邪靈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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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有邪靈反應 我叫那些同工 你繼續趕我先吃完飯 吃完飯我先趕 其實 是可以加常便飯 但我不代表我 輕看邪靈 我不輕看邪靈 我知道邪靈可以入侵 但我知道我有神 我不用怕他 我不用怕他 我不會輕看罪 我知道罪可以讓他留地位 求耶穌幫助我們 有時人會這樣 有些人不是邪靈附體 是邪靈影響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什麼叫邪靈影響呢 容易發怒 容易發脾氣 好像有一種力量控制 容易失控 容易大哭 有些什麼煩惱 哭得不得了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傷心 這些是可以讓魔鬼留地步 裡面有很多負面 很多垃圾 這些東西清理 這樣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靠神得勝 其中一個方法 我這裡沒有寫出來 就是可以看著他的眼 有個人說 右眼有權病 那就好看右眼 而且他不要看來看 有時他看右眼左眼 看一隻眼 不要看兩隻眼 然後我就發覺 眼珠對眼珠 那個邪靈會有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邪靈 可能透過眼睛看出來 我真的試過 這是經驗而已 這個事情也沒有說 是一個經驗 我真的試過 有些人沒有邪靈的彰顯 他在測試的時候 我看著眼珠 我奉耶穌明吩咐的邪靈酒 只是用這樣的聲量 然後他就大叫大叫 或者很辛苦之類 我知道 原來看著眼睛 他是有作用 但有些人又不習慣看著眼睛 我問他 黑了眼睛比較好 看著眼睛比較好 有些人說黑了眼睛比較好 那就好 黑了眼睛跟你說也行 這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我通常這樣教 我跟他祈禱一段 讓他鬆一點 投入 投入 然後 因為通常我高於其他人 我就叫他站在這個台上 他不會太矮 我跟他的眼睛平 看著眼睛 鳳耶穌明 不用惡 不要挖著他 他怕了你 很柔和 看著眼睛 鳳耶穌明 我吩咐裡面的邪靈 你要走 不用大聲 不用怒吵 那真的 邪靈就彰顯了 另外邪靈有一個方法 就是蒙蔽 這是我經歷很多次 就是會蒙的 我真的見過有蒙 有時我見不到蒙 他見到蒙 為什麼邪靈要爛了 他在裡面覺得很不舒服 如果我繼續趕 他要走了 他就用計謀 就出了一些煙霧 好像在那裡爛了 他看著蒙 他看著也蒙 所以邪靈就可以躲起來了 我們就奉耶穌明 吩咐這些蒙蔽要離開 這些蒙蔽的力量要離開 然後也叫他親近神 我見過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我見過有輕量的蒙蔽 但是真是很小小的 好像一些煙雲那樣 這個輕量 重量的蒙蔽 我也見過 蒙蔽多些 但是最嚴重的是好像黑布 但不是我看到黑布 黑色的布 是他看到 我試過跟一個人說邪靈 他看到黑色的布 他整個人馬上變軟了 他立刻躺下 我後來知道 其實他躺下的時候 他有知覺 不過他不能說話 我們繼續跟他說邪靈 後來就說到了 他說 我剛才聽到他說話 不過我說不到 告訴你 後來趕著趕著就清了 趕著趕著就看到 那些邪靈就一步一步離開 而我發覺人有罪 是堅持生氣 我認識兩個太太 都是生氣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幾十年 對我不好 我不能夠饒恕 她永遠不能夠饒恕 我說很嚴重 耶穌不饒恕 你可以落地獄 但始終她也不肯饒恕 我真是求主拯救她 因為她不是我的教友 我不能繼續跟從 我只是當時 吩咐她們的傳道 你幫她 如何處理她的怒氣 我發覺那些一直生氣的人 那些邪靈是不離開的 或者一直在情慾 或者一直在對神有怨恨的 邪靈是不離開的 但如果聽神說 神是真的可以得勝 在這個時候 我也請大家一起起來 我們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 你看到一個人有邪靈 你先不要找我 你自己嘗試趕 你自己祈禱求神 赦免你所有的罪 對付罪 然後你嘗試趕邪靈 你就有經驗了 如果你跟我們去宣教 你有機會趕邪靈 你就會對神有更多信心 你就會知道 原來我也有能力趕邪靈 你就會對耶穌有更大的信心 以及對自己也有更大的 堅定的信念 相信 我相信 我是重要 我是寶貴的 我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用 好 這一陣子 我會跟大家集體去 嘗試趕邪靈 看看有沒有人有任何反應 親愛天父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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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很愛我們的 天父 你很愛我們的 我們也很愛你的 天父 我敬拜和讓母你 在全地上 永遺自閃 永遺自閃 在全地上 永遺自閃 明明主帮助我们亲近你 耶稣你真好啊 主耶稣你真好啊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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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见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爱我们的心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有声见告诉我 主耶稣我们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归拜你面前 主耶稣爱我 帮我们的 帮我们的帮 主耶稣在前面 一会儿向着耶稣 Hallelujah Hallelujah Fuñin Yeshu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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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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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有中间的姐妹充满喜乐 神的平同在 有些人还未惯 但我们不用介意的 耶稣天堂最开心的 多谢耶稣 求主释放我们的心灵重担 这一阵有些烦恼 有些生怒人 求主帮你放下 我生怒这个人其实对我伤害的 我生怒这个人是对我不好的 求主耶稣帮我去遥恕他 因为他其实很惨的 被人伤害过 所以他伤害我就放手了 主耶稣我放手 我愿意遥恕他 有谁人你未能够遥恕和祝福的 你现在开心去说 奉耶稣明的遥恕 哪一个人你就赶出那个名 奉耶稣明 我遥恕这个 我心中不喜欢的这个人 接受不了这个人 求耶稣帮我遥恕他 祝福他 求主耶稣来到我身上 充满我的心 帮助我处理我的怒气 如果有生怒人的 容易发脾气的 求主耶稣帮我处理这些怒气 帮我处理这些愤怒 这些憎恨 这些埋怨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兴散平安 靠着耶稣有平安 有兴散 主与我们同在 欢迎耶稣 欢迎耶稣 在这一刻你跟我一起说 去断绝任何的邪灵 有些可能我都未曾拜过这些 不要紧的 你都继续一起说 可能你为别人说 也不要紧的 我奉耶稣的圣明 断绝一切邪灵的关系 断绝一切邪灵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很不舒服 待会你告诉我 我会跟你清理 我奉耶稣的圣明 断绝和观音的邪灵的关系 我拒绝观音的邪灵 我不再信任观音 我赶逐观音的邪灵 我奉耶稣的圣明 断绝和黄大先的邪灵的关系 我拒绝黄大先的邪灵 黄大先不能够帮助我的 黄大先是邪灵 我奉耶稣的名 断绝和黄大先的邪灵 要走 我奉耶稣的名 断绝所有从妙语 带来的邪灵的关系 奉耶稣的名 断绝和所有的妙语带来的邪灵的关系 我奉耶稣的名 赐给我平安 所有我们任何人拜过的偶像 我奉耶稣的名 都断绝的关系 我奉耶稣的名 断绝和你们的关系 你要离开我 好了 这一会儿你不用出声 奉耶稣的名 吩咐 所有里面有黑暗的势力 都要离开 所有邪恶的势力 都要离开 在我们里面 我们依靠耶稣 耶稣 是流出补血 射灭我们的罪 耶稣在十字架上 射灭我们的罪 耶稣释放我们 拯救我们 奉耶稣的名 拯救我们 脱离魔鬼的手 奉耶稣的名 拯救我们 脱离魔鬼的手 奉耶稣的名 断绝 这些所有邪灵的关系 你要离开 不可以停留在这里 所有邪灵的关系 你要离开 我们是信靠耶稣的 我们是信靠耶稣的 一群人 我们依靠耶稣 我们有耶稣作主 耶稣作王 耶稣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王 所有的邪灵 你都要离开 不可以停留在这里 所有的邪灵 不可以停留在这里 我们靠耶稣 我们属于耶稣 我们将生命献上给耶稣 靠主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有自由 兴散 开心快活 靠着耶稣 得胜有余 靠着耶稣 所有邪灵 都要离开我们 不能停留在这里 我们靠耶稣 是喜乐的 是满足的 是开心的 我们有喜乐 有满足 什么都不用怕的 所有邪灵要离开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耶稣 耶稣是得胜的 我们靠耶稣是得胜的 我们靠耶稣作王 和耶稣一起作王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所欢喜的儿女 我们不需要惧怕邪灵 所有惧怕离开我们 所有惧怕离开我们 我们心里平安 兴散喜乐 我们心里平安 兴散喜乐 兴散 因为有耶稣照顾我们 有耶稣和我们一起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是有神的灵居住的 我们是有神保护我们的 我们不需要惧怕 所有邪灵都离开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感谢耶稣 我们靠耶稣喜乐和得胜 感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